我不會叫各位同志同心 要叫眾將官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你們受完高級班了 三點半以後 你就可以回到快樂的家 但是又過了 才是開始我們要 嚴格檢驗自己的時候 再來呢 再去搬朋友 你要有一個制服 什麼色你知道嗎 黑色 純黑喔黑 你要還有一張毛 那毛是什麼 黑色 對 那張毛不是這裡做的 那張毛是韓國做的 這個上面還有一個帽灰 台灣民政有的帽灰 最近 日本 眾議員 來訪問的時候 都很加意我們的帽灰 感覺說 我們可不可以擁有那個帽灰 我說對不起 你不是我們的學員不可以 學員才可以買 而且學員才可以喔 學長呢 只割一個帽灰 那帽灰 那我們的灰章 因為我們沒有募過款 當然啦 你們買的時候 我們這個本錢不用五百 但是這個帽灰 這個灰章的質地 是我們法郎做的 以前的衛生 現在做的 廠商給我們保證 一百年兩百年不會生鏽 所以呢 會稍微跪一點點 你比那時候 你如果兩個月以後還是一個月 來法理點招 你就要穿制服 你沒有穿制服 對不起 你會被擋在門口 跟你說 下一次 你穿最後 你再來 我們這一點是非常嚴格 你說 我們現在在穿 黑色的社中 在外面 你拍拍照 說的最簡單 我們有的人坐高鐵來 有的坐童年 你等下 那個家庭小師基 怎麼跟我們評語 你看到每一個人穿黑色的社中 乾乾淨淨淨 他說乾淨淨淨 那一定是台灣民政府 你路車走過來 請社中 他就跟你說 台灣民政府 這就是我們的光榮 我們的標誌 一開始台灣民眾 就要讓老百姓 覺得說 我們是不一樣 那不然我們執政 跟中國美國執政 都一樣 那不是 中華民國執政 國民黨執政 民進黨執政 大家說 一樣 那就是因為體制 他扁不過 我們台灣民政府 是完全按照國際法理 不是用感情的 不是說感情 要獨立 要發獨立很簡單 要發獨立 我去技術學家說 台灣是台灣人 台灣 無法 很多錢 因為 台灣人會心會想 去替台灣做事情 我低減 No 台灣不是台灣人在台灣 我經常上課 第一句話就是講這個 軍手在科技 第一顆科技 就是科技 不然現在是沒有了 第一次在科技的時候 第一條我就給你課了 從國際法來說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是對 後面我告訴你 所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待會兒 那堂都回不來 對 下去了 台灣是什麼人的台灣 日本天 大清大皇帝 跟大日本帝國大皇帝簽訂條約 從台灣 周邊群島跟澎湖 永遠割讓給日本天皇 我這個東西不給你 你政府給我 這個東西的所有權 是什麼 你的 你的學生說 我們老爸跟我的一樣 有一樣嗎 這就是 普通的日常生活 你都知道 那不一樣 國家 國家也是一樣 這個土地 就日本天皇 所以甚至有人會說 我們日本人沒有在拜天皇 那黑白說 日本人沒有在拜天皇 那好像不出什麼 不然我們台灣人 不愛他自己的祖先一樣 祖先就看不到 所以說不愛祖先 和基督教、天主教都一樣 人也是對祖先也是很尊敬 不會說不要有祖先 你祖先 沒有祖先 祖先就不利 這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 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不是在拜天皇 我們是尊敬天皇 這個土地是他的 沒有不對 但是這個管轄權 這叫做right of sovereignty 就是主權權利 這是管轄權 管轄權就是 我們台灣人自己 日本天皇 用管轄權 來幫助由人民所造成的政府 日本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法利上 有一點難度 尤其這邊 美國 挑戰去做one China policy 一個中國政策 今天鴨皮一個出來 我告訴你 台灣所有的論述 都死了 不治統派也不是獨派 這個土地 現在還沒說到日本天 但是我相信 再不用多久 這個鴨皮 會再出來 到那個時候 美國就正式 要向全世界說 說 電視世界人 以後我要將台灣 正式行為 還給日本天皇 最後台灣的地位 由日本天皇做決定 日本天皇 還不出於台灣 沒有 因為1999年12月15號 習近平那時候 當他的副總理 要去拜訪日本 本來日本天皇 沒有跟他記名 他通過美國 安排 日本天皇 跟習近平記名 15分鐘而已 習近平跟 日本天皇說 我們中國現在 稍微看有錢 想要自己買台灣 因為台灣 我都用打 打下去 他絕對生死 絕對生死 啊 啊 日本天皇跟他說 笑笑跟他說 啊 很抱歉 我日本的風中 從來沒有賣過東西 日本風中 不是賣東西啦 啊 所以他會向台灣出賣嗎 啊 你這麼簡單的問題 你不知道怎麼回答 不會啦 絕對賣賣啦 啊賣賣 有些人也想說 異想天開 我們要跟日本天皇賣 也賣 賣 賣你啦 他才賣你 啊 日本天皇 不想賣台灣 所以我們台灣人 自己要來 自己 關自己 我現在用 主題這兩次啦 因為主題這兩次啊 台語說主題 啊北京語說自製 很容易讓人家誤解 因為英語呢 有幾個年 我們四年前 我們拿出來說 日本天皇會 給台灣 自製 自製 另外 英語還有一個 叫做自製 都是主題 所以一件的情形之下 美國有照我們 民政府所說的 這些政治體驗 啊所以呢 我們大家來在這裡 修完這個高級班 這很不容易 但是 你們現在呢 五官啊 這過兩官而已 你們 頭一官 初級班 有誰你一個 美國高級對不對 有誰的請你去手 你不能打不開呢 要把它掛出來 啊那 照著你從 初級班到現在 已經 那個國旗已經 垃圾起來了 垃圾拿來換 免費的 你要換幾次都沒關係 民政府這次醫療 也可以換 只有四千個 可以換這個國旗 啊再來 國旗班的時候 你就有一張 結業證書 這個結業證書呢 我們會發給 州長 由州長來發給你 所以你過兩官啊 還有第三官 第四官 第五官 第三官 很簡單 現在有的人 現在 秘書長 現在是工商時代 還節省一點時間 所以 法理點召 跟職務點召 兩個合併 啊本來是 法理點召要一天 職務點召一天 合併就變成說 兩種點召 要在一天裡面 舉行 法理點召的意思就是 你 不要 你願意 做政府官員 啊 如果政府官員 你要做什麼 有六種給你選擇 你願意做 滾手 八月二號 俊手考試 八月二號 下午四點鐘 這個滾手科技 特別很簡單 兩百地 八十題的是非選擇 八十的是非題 一百二十題的選擇題 兩點多久 有簡單嗎 是非選擇 又不簡單啊 小學就都是非選擇啊 有簡單嗎 不簡單啊 不簡單啊 因為都課不過了 你有沒有看法理這麼簡單呢 我沒有跟你騙耶 扣二十十 我那樣 董事件耶 有的人喔 已經連續 我們已經抵九次了 連續 扣八次 九次都不會過 都跟我說 秘書長 我都沒關係 扣不會過是真正最 但是你不扣過 再扣一次 你法理上次比別人更好 還扣 我自己鼓勵說扣 但是呢 你這樣扣 我們最多 可以加六分 就是 兩次 扣兩次 加兩分 扣三次 加四分 扣四次 加六分 扣五次 也是六分 七次也是六分 不然你只能在那裡扣啊 扣到你就過了 頂多是六分 但是我是要告訴他 你如果要扣的時候 你會記得 選擇題先下 再扣是非題 因為是非題很難耶 因為你第一次 扣過是對的 扣過二次 不對 第三次 又對 第四次 又不對 對還不對 你搞不清楚 這樣浪費時間 所以我給你建議 是非 扣一下 選擇題先下 不要用搖的先下 這樣翻到回來 來扣 是非題選擇 你是非題選擇題 你如果黑白有 你真的會認分 有些人 圈插 插圈圈 那黑白有 我幫你教 這科學我很來行 你如果不當中又圈 沒有都又插 這樣 電腦比較有分 我沒有跟你騙 你聽到沒有 你如果圈插 圈插 你有怎麼拍分的時候 真的又沒翻到 你不相信 你自己去試試看 真的 真的又沒翻到 我這科學很有經驗 是非選擇題 選擇題 選擇題 你一二三四 這樣插 很難 所以我幫你選擇題先下 因為你試過的時候 要插 不知道要怎麼插 你剛好 選擇題也一樣 你如果要插 你用這樣 一二三三四 三二一三 你兩分沒辦法騙 你都插不到 如果要插 乾脆 固定插一個好媽 但這個插一個好媽 最好是 不是又三的又四 那機會比較多 我沒有跟你騙 但是 你看你的年齡都已經比喻了 你沒有參加機會 科技 但是這是我科學的經驗 我算很厲害科技 也很厲害 我跟你說 我小學畢業 修法比喻 我們要科 我那時候要科 你也知道我幾歲 六十桶了 我那時候 那個作文 我從小學五六年級 我一個老師很好 拿一支文書 叫我背 他說你一定要背這支文書 你科 初中科 高中用這支 高中科大學用這支 有你耶 我用這支作文而已 從小學科到大學 都用固定規篇 都分作都很高 這不可以跟你說 這有版權所有 你如果跟你說 這公開這樣說 外海 大家小孩都一樣的文書 這樣就都靈魂了 所以 這款的問題 科技 要用防範 怎麼一樣呢 台灣民政會執政要用防範 你像 最近報章有誰 現在 有人 我們台灣民政有 台灣西方 沒有 就去幫你用一個 美國台灣政府 那是美國人主導的 你要看報章 報章呢 現在六個起訴 剩那一百四十個 你不贏 你的附近 很少啦 一百六個機會 會不會